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你需要换一个怎么办 不然我见得多了 会怕你吗 算吗 好帅啊 善哥 天余给你喝杯药 感觉怎么样了 见不见了笑啊 威武 副进来 行吧 来 好 慢点 慢点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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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行呢 善哥 你是不是平时锻炼 天忆知道了 该多高兴啊 先别告诉他 我得给他一个惊喜 好 好 好 你干嘛啊 你干嘛 喂 咱俩 谢一副叔叔 不是 我来告诉你我是干嘛 红州集团知道吗 我是红州集团策划部总监 刚刚那一位 是我是著名的集团 太阳潜在了 我带他本来是来视察工作的 但没想到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你看看怎么办 怎么跟陈院长交代你说说 好 好 好 赶紧走啊 好 好 就没事了 好 赶紧 到了 跟他们说什么了 怎么都走了 我说 会报警了 报警 对啊 报警了吗 我 我刚刚就打电话报警了 电话呢 电话 车上 爸 快走去 好 出事了 出事了 陈院长 陈院长 谁啊 陈院长 是我 工地又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巴尔丁子他们和那些拆迁户发生冲突 有人愿意伤患吗 没有 但是被记者装剑了 哪儿的记者 还是三海日报的记者 这一天 只要没有人员山亡 就没什么大不了 会有这样的事 不是刀听途说吧 我非常确定 这个混账 简直是提不起来的一块臭豆腐 可不行了 城市不足 百姓有余 最可怕的是 如果一旦让外界知道 明门医院的最大投资人是我们 那很有可能一切的罪名 都会安在我们的头上 这小子 难道我给他付的钱 还不过安置那些拆迁户的吗 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呢 这个陈静真是胃口太大了 必须担心不足 舌吞下来 阿玥 你得赶紧去把这事处理一下 不能再出岔子了 死我都知道 让我去了 等等 记住 一定给他点颜色看看 好 老李啊 老李啊 我担心 阿玥不一定能进日好这个问题 你去盯一下 好 乔董又应该正合适吧 老大 你怎么来这儿了 你怎么来这儿 我来买个东西 买了什么呀 买这儿 啊 棒棒啊 买账 就是个棒棒嘛 就是展现棒棒的买账 给谁买的呀 给我一朋友 你这个多少年纪不小啊 对 一输入吗 精致 那你还我呢 急什么 还我 我给你啊 不是你给我 你别抢我 给你给我 我给你我给你 我就是个棒棒 一会儿我要去找大陈静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所以我要跟这里论一下 废话 我威胁你一下 我问你去哪儿吗 你回我了吗 我不是去你 你来帮忙吗 行吧 两杯咖啡信我 你们俩先去买一杯咖啡 买两杯咖啡谢谢 我妈 没做到跟你解释一遍吗 是在玩看地快啊是呢 还是在玩DOTTA 天语来了 来得正好 我这是弃着林影寺后山的明前茶 很贵的 一定要尝一尝 一定要尝一尝 不必了 我们时代不同了 我们就喝这个 很难得的 很贵的 还是要尝尝尝 我们直接一点吧 什么事 你把那些拆迁户的回迁住房 安排在了什么垃圾厂的旁边 是吗 这个事啊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 那就长话短说呗 那些个拆迁户啊 太贪了 他们和之前的开发商 定的合约是原址 同面积住房 作为新房的交换 我来开发之后呢 虽然不能让他们在原址居住 但是我同意给他们 两倍的新房面积 作为交换条件 两倍好高啊 不是在垃圾厂的旁边 换了你你回去住吗 我不会呢 我也不会你会吗 垃圾厂旁边怎么了 那也是经过合法的审批的总宅 既然是合法审批 从科学意义上说 那是可以居住的 这些人哪 即使给了市政府大楼旁边 都有人闹事 拆迁户 连有不齐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们呀 自己心里得有定盘兴 我们不能听风就是女人 我们更不能随意纵入 我们 跟你不走一个路 我们不一样 我年轻时候也挺清高的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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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人喝 说实话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再直接点儿干嘛 我们给你的拆迁回迁安置分 很多吧 你干吗用了 当然是给拆迁户买楼了 谁白送我一栋楼啊真是 你想一想再回答行吗 难道就是买在了垃圾厂旁边的楼吗 那个楼需要多少钱 我们给了你多少钱 你买那里楼 连我们给你的钱的零仇都不够 剩下的去哪儿了 需不需要我查一查 查 我的账放那儿随便查 哎呦 我假的真不了 要真查数研 还真能查人 那不如就查 哎哎哎哎 告诉你 我的账 非常完美 无懈可击 您父亲都这样称赞我 你的意思是 我的爸爸跟你一起做假账了是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 我是说 我的账不怕长 不是假账 顺便我还要说一句 如果我要是真的进了检察院 恐怕还得烦劳您父亲 亲自接我出来 就这句话 我的厅子不是很好 解释一下行啊 您可以这样理解啊 您父亲 既然看中了我 选择我 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那我 则是能省则省 因为这是您父亲的投资啊 咱们呀 我不要因为这点小事 就把这个项目给搅黄了 流产了 对您父亲的投资 对我都不利 放些 我一定会妥善处理 你对老人动促 就是你的方式吗 你配当一个院长吗 要不是我亲耳听到 我真不敢相信 他是一个院长说出来的话 医生不都是救死扶伤的吗 怎么出了医院 就变成贵子什么呢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误会 误会 我告诉你 我会一直盯着你 只给你两天的时间 你必须找到一个 妥善的方式方法 来处理这个问题 否则 你将不会再有自我 接管这个项目 等会儿 一定 我一定妥善处理 心情 受吸引 乳秀未干 说谁呢 陈院长 李叔 哪个春风把您给吹来了 来来来来 快坐 请喝个茶 来来来来 茶是难得的好茶呀 可惜啊 凉了 凉了给您气热啊 不病啊 天忆气呼呼地走了 没喝上茶 我喝 合适吗 年轻人不懂得品茶 这很正常 你至于这么计较啊 山君可是知道你 怎么对付年轻人 他特意让我来奉劝你 别让他生气 我怎么敢惹乔土生气啊 我已经让刘玉去现场 要处理了 喝茶吧 来 早 你怎么了 没事吧 今天怎么了 没事吧 大白痴 好 安静 你等我再拿不好的菜 还能去哪 拿住户跟拆迁队 闹得最终 我知道了 你又去除暴安良了吧 我又有闪题了 就叫美女除暴安良 奈何身负重伤 这点小伤 就跟文字雅似的还重伤呢 要不你干脆是我牺牲的了啊 你还知道疼呢 我一直以为你是刀枪不入呢 没大没小的 我安排你上一班啊 看在你受伤的份上 咱改成下周行吗 我受伤又不是你受伤 为什么要改啊 对 你小子有事瞒我 说 我女朋友接晚上来 女朋友 我 我 你女朋友不是玩游戏玩丢了吗 这副江山大友才认出吗 还各礼风骚数百年是吧 走 所以陈静在回行款市中方面 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你想想我们给她的价钱是什么价钱 市中心那块地的价钱 结果呢 她就置换成了一个偏远的郊区 垃圾上旁边缝积的价钱 这中间的差价去哪儿呢 您想过吗 她用哪儿了吗 我就说过了 她就是贪心 她是真的贪心 可她却说是为您在省钱 为我省钱 她是不是这么说的 我什么时候拿回她一分钱 就是啊 不光如此吧 她那几个手下 今天对几个拆迁户的老人大大出手 我上去阻拦 连我都要打 她打击她 我 受伤了没有 这 我说我 小总 小总 真的 你站起来了 爸 你站起来了 爸 你爸站起来了 真的站起来了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了 乔总你看见了吗 乔总给你找个钥匙有效的 儿子 爸谢谢你 谢谢儿子 我的好儿子 太好了 太突然了 真的是一个惊喜 我都没想到 怎么突然间 我这个爸该怎么表达我的开心 太棒了 是我 我爸惊喜 我应该给您准备礼物的 我这 这 这么大 爸您先坐一下 您先坐 鱿鱼 您突然间站起来 给了我一个惊喜 我也要给您一个礼物 来 你过来 来啊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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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棒棒拿来 什么棒棒棒棒棒 那个棒棒 你说那 你说那 就是那个棒棒 别跟我装傻 棒棒棒 还 还没想下来是吗 那棒棒是我的 也 快去 是不是我平时给您按摩的非常有效 老白 我们又见面喽 看来也先带你洗个澡 出发 等到你 等 因为他太重了 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很重视了 是吧 把您看 我早就知道有一天您会赚钱的 所以我挑了很久 对不对 小冰 解释一下 对 他乔总为您挑选了很久 精心挑选了一根表面上 像是一个权杖的拐杖 来送给您 好了 你跟我说了 爸 试一下 试一下 试着手感 慢点 慢点 不懂 让爸来 我这样扶着你 扶一下 干嘛呢 扶起来吧 来 爸 我忙着 好 好 慢点 手感怎么办 行 好 那谁 您的任务完成 够 大宝 起来 来 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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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我现在站起来了 燕丽 你还会先去我这个曲子吗 你是谁 我 我是乔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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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老妈 对你有弹琴 对你有弹琴 燕丽啊 你要是在我身边 怎么可能变成这个样子呢 没想到二叔一直暗恋着董事战 你也这么看吧 如果等周宇好了 我们两个人帮他们圆了这个梦 你觉得 不可以 你想什么呢 姐 没什么 爸 这椅子是不是坐了好多年了 可不是啊 你知道现在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吗 爸知道了 我想把它扔着 我早想到了 个臭小子 对了吧 通过我对您的了解 我觉得您不光是在身体上 开心了 除了腿的事以外 您应该是在 精神层面上 也得到了满足 有没有 儿子你给爸开什么玩笑呢 我都这个年龄还精神层面 你 比如说 周宇 跟您 这关系 挺好的 段时间 加上 总要是分开 那我你说的 棒 你真是分开 你干的 你就是一下 我干的 我干的 你对吧 你做什么 你做个容易 有 真的 真有 这样 儿子 后天你把周一接到家里来 这么快 我是想给你周一啊 办一个盛大的派对 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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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二叔 您不知道我妈现在的状态吗 还要举办派对 您是觉得她做不成董事长 您就没有绊脚石了 所以要庆祝一下是吗 有钱 我怕你不这意思 来 别轻轻坐下坐下 丽莎 你刚才说什么 绊脚石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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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说 她说了 她说了绊脚石 她没说啊 绊脚石 对 我看这个绊脚石 恐怕是你吧 周晏丽 不不不 退下去了 你就正好进水楼台呗 二叔 你说什么呢 我爸不是这意思 你看 全拧了 我呀 一开始啊 跟你听到这个消息 反应是一模一样的 派对 爸 没事吧 对吧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后来 我又一想 我觉得我爸还是好意 为什么呢 周一一个人在这儿 多孤单 多寂寞 没人跟他说话 办一个派对 来了一堆朋友 亲戚 能跟他说说话 万一他要能 寄起一些事情来 这不是这件好事吗 换位思考一下 对不对 姐妹 活动手 丽莎 爸 我问你 你妈怎么变成这样的 她都是因为洪州 对 因为洪州 因为她太好强 活活被累病的 如果你平常 多照顾她 多给她减轻压力 想她会变得现在这种 这 这么痴呆吗 爸 爸 爸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大伟 你还在这儿指责我 我办个派对 朋友都来 让她高高兴兴的 有什么不好 真是这样 你在这儿跟我横眉冷队 没有 没有 像话吗 没有 爸 没有 你看 一家人嘛 对不对 好了 不就办个派对吗 我们把这个派对给办好 然后让周一开开心心的 就完了 简单吗 就这么一件事而已 好吗 好 美了 那老公 老公 老公 我们后天去看周董事长 我穿这个行不行啊 参加这种聚会 不是搞服装秀 重要的是得体 这什么 哎哎哎哎 这个你别忘了 哎呀 这里边有重要的东西 记住 今天你没有看见我这个电脑泡 也绝不能对外人提起 知道吗 知道 好 接着试你的衣服吧 感谢大家的光优 今天 借周董事长的光 我们大家 能够欢聚一堂 看来 周董事长 面子不小啊 大家也都看见了 好 谢谢大家啊 周董市长 曾经年轻漂亮光荣造荣 叱咤直长 风靡一时啊 然而 今天他倒下 他被洪州集团 沉重的工作压力给压垮了 为此 也深感内疚 我乔某有一个不情之气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抽空来 多陪陪周董市长 不要让他就这么孤独的老去 在此 我拜托大家了 朋友们 我急意 大家共同举杯 为我们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会让他 这么高兴 带来 位置 对 感谢观看 善哥 你又练上了 来来来 我扶你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欲速则不达 你得歇会儿 您的腿啊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来来 坐坐坐 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 我得争奔多秒啊 公司我还是不放心 您跟周燕丽啊 真是毫无二致 天生的工作狂 到时候不是累死 就是泪风 我知道 您对周燕丽的感情啊 至今都没有变 这个周燕丽掌管红州 处处跟您的利益作对 可是现在行了 他没法跟您对抗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 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您还有必要在他面前 证明自己的实力吗 向他证明 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正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伤痛 刺痛了我 同时也激发了我的斗志 周燕丽就是一把 刺痛我伤口的利刃 更加激发了我 积攒财富的强烈欲望 这周燕丽要是知道 您一半的用心良苦 就好喽 嗯 爸爸 妈妈 爸爸 董事长 不知道我应该休息了 是不是 妈妈 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啊 爸爸 妈妈 你 您 还机会 您 中国人 华 能不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州接下来的掌门人还没有确定 周董事长之前定下的事情 能不能继续进行 还是会直说 所以当务之急 是要确定董事长的代理人选 否则红州无法运转 可惜我妈病得太突然了 还不知道让谁暂且代理董事长的职务 你是周董事长最亲近最得力的人 公司的运行情况你最清楚 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行吗 我 我有能力挑起这段大梁 红州的行事迫在眉睫 你必须勇敢担当 你在这个时候退出 才是红州最大的损失 你能眼看着周董事长的心血 富之东流吗 丽莎 你行的 而且我会不遗余力地 帮助你 谢谢你 斯蒂文 干嘛呢 老大 咱们该上班去了 老爸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藏猫猫 知不知道 阿姨 爸 要走吗 对对对 说好了吗 藏猫猫 在路上 你忘了 再来一次 走吧 你再来一次 藏猫猫 多大的人了还会捉迷藏呢 赶紧上班去吧 走吧 爸 我今天有点私事 我能不能单独行动一次 行 你要去见苏山 就能单独行动 我上班去了 上班 走 不单独 上班 先回去吧 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很多客户 打电话询问 我们九州遨游 什么时候能够把 装备退还给他们 同时问 我们的系统 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我认为 恢复人工客服 会对稳定客户的 情绪有关 好 你们准备一下 恢复人工客服 我们准备同一口径 在答复的时候呢 既不被客户 过于明确地回答 同时也不能一问三不知 只能先这样了 不过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候 客服人员的态度 尤其重要 免得让人家说 我们肅炎了事 另外 客服部的这项工作 莎姐 乔总监 你来了 丹姐 莎姐呢 她不在 她在会议室开会 我们那太不巧了 我去给你倒杯咖啡 不用 不用 我也没什么急事 我就在这儿等等她 那不是有一杯吗 那你随便坐会儿 行 你们说这公司 是不是运营不下去了 这裁员还先从我们 企划部先开始 一定是 我就知道 我们从来都不受重视 没想到这次 我们这么努力 她还是拿我们开刀 这插头中间 快救救我们吧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有之 是不是Richard 她告诉你什么内幕了 你不相信我 第六感 是 天宇 乔总 干嘛这么正式 坐 那咖啡 我的 你的 谢谢 单姐拿来的 正好我要找你的 你看我这急脾气 你来找我一定有事情 你先说吧 那我的事不提 行 我先说吧 我这也不是什么急事 就是咱们那个 角色的比赛 宣传做得太好了 导致来报名的人太多了 多到已经超出我的预算了 当然你放心 我一定会在预算上面缩减 缩减再缩减 这不是问题 你算一下大概需要多少 我马上让财款部给你拨款 太好了 没事了 我就这事 那我说我的事情了 是这样啊 自从董事长生病之后呢 公司一直处在一个 没有最高管理者的状态下运营 时间异常这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作为公司的总裁 我觉得我有责任 去担起这个重担 但是我不知道二叔是怎么想的 我想让你帮我问问他 我管什么 你也知道这种事情吧 我自己不好直接去问 没错 但是姐 说句心里话 我觉得 那离董事长这个位置 非你要说 真的 真心话 我觉得能力啊 经验 各方各面 也都很合适 当然这是我个人觉得 那我先谢谢你了 好 刚才啊 我跟几个部门的主管 碰了一下头 了解了一下情况 他们告诉我 现在有很多用户 对我们游戏重新上线非常期待 再加上你策划的活动 现在红州的吸引力暂时还没有削弱 但是不能全能无首啊 所以我认为 尽快选出代理董事长这件事情 非常重要 我晚上就去说了 谢谢 太客气了 那其他董事的工作 我自己去做 对 乔总 进 我听说乔丽莎总监召集了除了我们计划部之外的所有人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开的是什么主题啊 大家都很知道会不会是要裁员 告诉大家不用担心 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不会被裁 我说了 放心 乔总 您这是怎么了 没有 只是 杀血想帮董事长 其实没什么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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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在这个局面 确实需要一个新任董事长来组织这个大局 乔总我觉得您有资格去担心 去竞选这个新任董事长 哼 我爸也这么想 但我不这么想 我不想他 如果说莎姐当了董事长的话 无论是从能力 经验 各个方面 我认为都非常符合这个标准 我双手双脚支持 却有点担心 您担心 乔总那边对吧 有那么一点 乔总 不管您将来是怎么选择的 我都会支持 咱俩不说那些不开心的 说点开心的 聊点开心的 为什么每次要离我那么近呢 保持距离 好了 说点开心的 什么呀 废话 你说这是什么呀 要是扣吗 不用看 非常感谢你 昨天设计为我 奉献出来 你那根文明账 感谢 就证明 你破钥匙扣想把我给打发了 来 好 给我 好 我把发表用带 现在就给我包新双 还有可以带 加 Metro 吹爆 发炒 其实我本来就是为了你给乔同准备的 什么意思 真情无价 行 意思就是我欠你一辈子了呗 那当然了 这个世界上唯独有感情是一辈子都还不了 我要让你一辈子都甩掉 真是聪明 越来越有我的风采了 自恋是一种病啊 你有药吗 这么巧 你怎么回来这儿啊